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他们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们这一路走来的经验跟心得 还有他们是怎么样努力在自己的岗位上 持续努力到今天的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富邦仁寿台北地区的 李秋菊 李总监 在这个工作职场从事34年 来这边跟大家继续为保险这个努力 我是来自嘉义的嘉宝通讯处林陈芳 进入保险业从我20岁的时候 进入到现在已经迈入27年 一路走来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 所以对于很喜爱的这份工作 不觉得已经迈入27年了 今天抱着非常开心兴奋 因为我第一次上电视 然后我的第一次就献给黄教授 然后也更开心的是 可以跟几位优秀的伙伴们 可以一起在这边 跟大家谈谈 我们在保险业的一些心得 收获 是来自富邦仁寿中友通讯处的中友健 大家可以叫我小健健 那因为我是在台东地区 所以欢迎大家来中友健 就来我们这边坐坐 那其实我是在读逢甲大山的时候 就进来保险业 到现在已经迈入第26年了 那时间还蛮长 其实我来参加这个录影是第二次 第一次是跟着我们阿诺部长来 也是社会贡献奖 那我是跟着他的脚步 跟着用至于社会这样的心态 然后今天来这边学习 真的非常开心 我是来自高雄的高手通讯处的李怡真 大学毕业之后就进到公司 目前服务22年了 在公司的这段期间呢 我也有顺利在取得 一边念书一边工作的状况之下 有顺利取得中双采管的硕士学位 那目前在公司都是担任 财经学院专任的讲师的部分 今天很高兴跟大家来一起探讨一些保险的议题 是来自于富邦仁寿发展通讯处的黄永泉 那目前金屋保险业已经15年了 然后我刚才发现跟在座几位前辈相比 我是最值钱的 但我觉得保险业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无论你从业多久 你永远都可以有新的体验 那就像今天一样 那我们今天邀请他们来 当然分享了他们实际的经验之外 最重要的 我没有介绍你们得的是什么奖 同时也没有听一听 你们对得奖的感言 是不是趁这个就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呢得到的是那个最佳保险成就奖 相对就是在这个行为感受到成就 那我最大有一个心得就是 我觉得保险就是永不背弃你的伴侣 保险永远都会跟随你保护你照顾你 想想已经经过了34年的时间 觉得也要谢谢我所有支持我的家人 还有我的工作伙伴们 我觉得很开心能在这么一家富邦的大家庭 在持续的继续的往前走 希望能将我的热情跟坚持持续的往前 从幸而且开心可以获得我们保险性望爱的最佳社会贡献奖 我很感恩今生很有幸就是可以从事保险的行业 那一路秉持着利他的服务的精神 做自己生命中的主人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 那今天荣获现在保险的最佳社会贡献奖的优选的肯定 其实这个荣耀要归功于我的团队 就是家保通讯处的所有伙伴 他们的付出与他们的爱心 一起投入我们的公益的一个服务活动里面 如果没有他 我们绝对成就不了这么多的公益的服务 那我觉得一个人可以走很快 但一群人可以走很久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可以 未来再持续发挥团队的力量 让继续让这份爱传下去 当然也要感谢一路陪伴我 支持我的客户朋友们的支持 如果没有他们的一路支持跟乡亭 没有现在的陈芳 跟我先生也在保险业 那最后最后真的要感谢 公司在公益的服务上面 一直做我最强的一个支援 那我在富邦我骄傲 感谢主办单位的肯定 有件事获得保险性慌爱的 最佳社会贡献奖 那真的很感谢富邦人说 我们陈军办总经理 给我们一个很正向的发展的环境 还有也很感谢我的老板 潘以诺部长 身教原教 他以身作者来带我们做公益 那最好感谢的就是 我们中和通讯处所有的伙伴 能够主动的参与这样的公益活动 让我们的很多公益活动 能够顺利去帮助 很多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得奖是责任跟使命的延续 那富邦良善的文化 让有件能够承袭和实践 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这样子的精神 那持续带领我们的团队 秉持着孝顺感 跟公益富足这样子的核心价值 那期许我们能够成为一个 正向影响力的好的团队 我是得到那个保险心旺爱的 最佳顾问的优选奖部分 我很谢谢公司一路以来的栽培 跟推荐才有机会得这个奖 是也很感谢 现代保险有举办的这个奖项 其实让我整理 这个从业22年来的一些 工作的一些点滴 跟一些经验的部分 去重新做个整理 当然也很感谢我的 妈妈给我的保险 传承了给我的保险魂 还有客户愿意让我们 参与他们的一些人生的规划 很感谢家人一直以来的支持 跟照顾 还有我自己一直努力 在这个专业的道路上 持续不断的学习 可以在这个变革的年代中间 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是得到的是 保险心旺爱的最佳专业顾问机 那我想要感谢我自己的家人 尤其是我太太 因为转行初期其实蛮辛苦的 那一路走过来支持很多 那也谢谢我的客户 还有我的团队伙伴 那我希望可以把这一路 自己从一张白纸 那一路走来学习到的一切的专业 我希望可以传递给更多的伙伴们 我希望可以培养出未来有 更多的最佳专业顾问